好,接下来我们要上的叫做季节 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是一个椭圆形 太阳位在其中一个焦点上 这个椭圆形叫做黄道 这个形状,这个轨道叫做称之为黄道 地球在黄道上走一圈的时间 叫做一个回归年 有365又四分之一个平均太阳日 大约是365又四分之一个太阳日 OK,我们没有去教一些比较细节的说法 比如说春分点到春分点那种 比较有学问的说法以后再说了 地球在黄道上走一圈 叫做一个回归年 时间有365又四分之一个平均太阳日 大约是如此 那这就是重点 地球的自转轴跟黄道并没有水值 歪了23.5度 因为歪了23.5度之后 所以会造成一些影响 当会再说 这边第一件事情 要背23.5度 自转轴跟黄道没有水值 歪了23.5度 第一个要背23.5度 第二个不是所有答案都是23.5度 四转轴没有垂直黄道面 歪了23.5度 歪过了23.5度 请问你 四转轴跟黄道面加几度 我没有垂直 我歪了23.5度 请问你 四转轴跟黄道面加几度 23.5度 错 我没有垂直 我没有垂直 y23.5度 所以我加几度 6.5度 66.5度 減錯第三次 減錯第四次 66.5 對 新鱼了 你這樣 你就可以90減2 減錯四次練太厲害了 66.5度 66.5度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第一個你要背 23.5度 二不是所有答案都是 23.5度 你要看他題目在寫什麼 你不要看到23.5度 對看不到他錯 不是要看他寫什麼 自轉軸沒有垂直 黃道面偏了 23.5度 表示自轉軸跟黃道面夾 66.5度 好 因為自轉軸 沒有垂直黃道面 歪了23.5度之後 所以造成一個影響 什麼影響 就是地球公轉一周 陽光直走的位置會不同 好這張圖重要 這張圖重要 我當回馬上就要教 你們有可能聽過的 春分秋分夏之東西 很好 這張圖 不管我的箭頭是朝左還是朝右 上面是北邊還是南邊 大部分老師上面都是北邊 大部分老師上面都是北邊 我們學校老師跟我 都畫過上面是南邊 不管我怎麼畫 不管這張圖我怎麼畫 你就要認出來 誰是春分誰是秋分 誰是夏至誰是冬至 先看這張圖 最左邊 陽光照在南曼球北曼球 南邊 那個E就是赤道 S太陽 所以這個陽光直射是南尾對不對 陽光直射南尾23.5度 單尾會交這個叫做 公治 然後右手邊呢 陽光照哪裡 北曼球看出來嗎 北曼球 S太陽 E是赤道 到在北曼球 所以右邊陽光照在北尾23.5度 那個單尾會交這個叫做夏至 然後還有一個春分九九三我再說 好 所以再說一次 這張圖重要 不管我的箭頭是朝左還是朝右 上面是北邊還是南邊 你就要看出來 它到底是直射何處 今年考試的時候 今年那個模擬會考的時候 他考了內題 而他內題的考法 他畫的 他把那個夏至東是畫在直的位置 就是現在上面跟下面的位置 那樣子你就看不出來 用看著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直射北半球還是南曼球 他必須要用寫 說這個是夏至或是東 但這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通常好像這樣 OK 好 那剛才跟你講的 這是跟所謂的 正所謂的夏至 就是這個 就是所謂的節氣 好 陽光直射北尾23.5度 這一天 這是最北 到他就要回頭 所以這樣就叫做北迴歸線 這一天叫做夏至 那如果是直射北尾23.5度 那如果是直射南尾23.5度 碰到他就要回頭 就要稱之為南迴歸線 那麼這一天就稱為東至 所以直射北尾23.5度叫做夏至 直射南尾23.5度叫做冬至 北尾23.5度叫做北回归线 南尾23.5度叫做南回归线 那么中间都会经过 你从最北射到最南 从最南射到最北 中间都会经过哪里 四大 所以直射射叫做春分或者秋分 春分或者秋分 这个夏至冬至春分秋分 就是中国立法里面的节气的名称 节气名称 讲义上的知识会议 有跟你说明节气 你就自己看一看 节气对应的日子 是对应到国立的日子 好 先回来 先回来 来 刚才跟你讲了 左边直射南回归线 右边直射北回归线 所以左边是东至 右边是夏至 中间都会经过赤道 所以上下方就是直射赤道 春分跟秋分好平 你知道东至 你知道夏至 那有学生这样子记得 左边是南边朝太阳 屁南边朝太阳 就是东至 右边呢 出北它就是夏至 OK 随便 它就是这样记得 它就是这样记得 你一直这样记得 OK 南边朝太阳 南边朝太阳就是东至 谁朝太阳就是夏至 OK 那问你 上跟下 谁春分谁秋分 上跟下谁春分谁秋分 你知道中跟下 你知道中跟下 对不对 中至下就知道吗 那谁春分谁秋分 上面好 兄弟上面好 上面春分还是秋分 你说秋分吗 嗯 原因 为什么 拍的 二分低会拍对 地球自转 啊 自转是这样记得 没有 游戏下太阳 你 你 你没有完全错 也没有完全对 你 对的地方是说 转动 游戏向东转 但是这个 但是我们扯的不是 是转 扯的是公转 我们想跟你说过 太阳系的运动 除了少数国中 不交 之外 方向都怎样 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 上面是北 北极向下看 逆时中至转 所以怎么转 这是公转 逆时中至转 公转是怎样 也是逆时中 有问题吗 没有 好 这个 左要做冬天嘛 对不对 冬天完换谁 转过来换谁 春天 所以下面是春分 春天完换下天 所以右边是 下智 再上来 上面要做秋分 所以上面是秋分 下面是春分 OK吗 所以 第一 我怎么知道 谁下智 谁东西 看他直射北半球 还是南半球 是南边打太阳 还是北边打太阳 第二 我怎么知道 谁春分 谁秋分 看转动 方向 我现在是北极往下看 所以什么时钟 定时钟 如果人家跟我一样见 画上面是南边呢 这些什么时钟 顺时钟 不这样可以 都一样 OK 所以 那样子来分 OK 好 所以 这就是 刚刚一讲过了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都是中国立法的节气的名声 中国立法色至节气 是为了要标志季节的转换 告诉你是春夏 虽然有 你看讲一下有 历春历秋历夏 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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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春天开始夏天开始 所以他对应的日子 都对应都是国立的日子 国立的日子 台湾现在 基本上只过两个节气 一个叫清明 一个叫做公治 清明节制民族少命节 要放假一点 大部分都是4月5号 柏尔会在4月4号 或4月6号 但大部分在4月5号 国立喔 最国立 第二个日子制 会过的叫做公治 那天号称要 食肠月 大部分在12月21号 有时候在22号 对 还有一个有人可能会过的 地中 地中 因为地中 先喝到浮冬 今天地中 是要地中浮冬 吃一个浮的 然后冬天 比较会温暖 比较不会怕人 那是台湾 我原来只知道日本人过春分节 前两年知道日本人除了过春分节 还会过秋分节 你在建的事情是 这还是国立假的日子 哈哈哈哈 放下一天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地鲁人也有过春分节 不过我不知道地鲁人是怎么放假的 所以 日本人 日本人 小日本人有过春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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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假日 太过分了 放下一天 对 OK 好 请记得节气 请记得节气 对应的是地球工展 对应的日期是国立的日期 不是农历的日期 OK